整個右眼欲青 鼻子上面還破皮 臉頰也腫了起來 誇張的還沒完 小手臂黑了一塊小腿也有 幾乎全身是傷 孩子被媽媽帶變成這樣 爸爸情緒崩潰 這麼的可憐 自己生的小孩 他有這麼樣的一個忍心 去把他弄成這樣子 這個是我真的 我到現在我沒有辦法想像 因為爸爸平時從事旅遊業 不常在家 最近夫妻鬧很兇吵著離婚 突然收到自稱妻子朋友消息 才發現孩子已經被帶走 還滿身是傷 這已經不是第一次了 之前全身都是傷 那他媽媽 我老婆的說法是說 他自己跌倒的 原來這已經不是第一次 上個月孩子就曾被打 這回一次是妻子說 外頭男性有人怂恿 帶著無辜孩子離家出走 躲了好幾家旅館 刻意不讓爸爸找到 就一對嘛 我們感覺應該是情侶 他還帶一個小朋友進來 可是那男的 在警察來之前 他就已經先行離開 坐艦車走了 就是他眼睛的下面 有一個滿明顯的淤青這樣子 索性警方接活報案 及時救出小孩 帶到醫院治療傷事 妻子同時也遭警方約談 爸爸將對施暴者提出告訴 好好釐清打傷孩子的到底是誰 記者程序一則說 新媒體報導